大家好,我是Mr.Handsome Choy 欢迎来到TagTalk 每次我都会Tag不同的议题或提议 希望在这段时间你好好装备自己,考好DSE 今次Tag的就是一个基本趋势题目 发觉这几年都比较少考趋势 但我们呢,趋势是最容易的题目 考完我们要拿足分,自己留意 如果你有上我课的话,大家也知道 基本的框架,这两个东西我已经说了很多次 六部曲,这六样东西在每段里要齐齐 主题句,例如金sir看重情大幅上升的吹势 大幅上升,一个幅度加一个趋势 自己要不要留了,行不行? 然后你会看到,前面年份加数据 接着再来一个大幅上升 至后面年份加数据,一个总体的计算 这里miss了,会扣分的,自己留意一下 其他基本要求,必然要反映 反映一定要有概念法 没有的话也是扣分的 单位那里,特别是银马那里要小心 有时可能单位未必是一万 可能后面加到三个零也不行 或者货币可能是美金可能是港币 自己留意一下,行不行? 另外这两道,这道如果不做 就必然扣大分的了 如果你看到宽形数据,经常上同都说 一定要有横向比较加中向比较 即是打横,打直,里面两边全部做完 OK? 那在计算那里 计算那里,一定除了加减乘除之外 有机会计算了百分之 OK? 那你可以计算了加减乘除,斗号 然后共生多少百分之 OK? 两样做完最稳定 如果数学好的话 数学不好的,后面百分之 不要做了,因为浪费时间 OK? 因为考评局里面,加减乘除都当算算 所以没问题 行不行? 只不过加% 只不过令到Marker的印象好些 OK? 那么有个阴随位 就是计算%的时候要小心点 如果%去到第二个% 我自己推荐个人来说 除非你的数学很好 不然我建议你 就这样加减的话 就把单位改为百分点 OK? 就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10%升到20% 所以我建议如果整个题目是% 的话 我们就直接加减 用百分点 如果数学不好的话 OK? 自己留意一下 留意扣分位 你已经扣硬了 欠反应、欠计算、欠幅度、错单位 是不是? 扣1分 扣2分 就是你当两个图 还值 没有的时候 OK? 你会扣一半 基本上还值 都必要做 行不行? 如果有时候 现在越来越差 考评局债 有两幅图 图A、图B 那两个都是资料A 所以你会自己留意 一定要尽量做到两个图之间的连结 如果没有的话 有可能也会有10分 行不行? 这里留意一下 我们先看这题目 OK? 2012年 这一条是最初的一条题目 相对上非常简单 你会看到 框形数据 简单来说 还值 一定要做到 OK? 那年份 你会看到这几个Item 这几个主作 只有几个 那一定要全部落去 是不是? 头尾不用想的 OK? 头尾不用想的 这里一定要有 是不是? 这里自己要留意一下 永远每段都是这样 六部空 OK? 主题句 是不是? 大幅上升 看到吗? 幅度 趋向 要齐的了 行不行? 这只题句必然要齐的了 接着前面 连份加数据 接着连接 大幅上升 去到后面 连份加数据 是不是? 那共升了多少个百分点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 行不行? 如果有机会的话 里面有些特别的位置 你描述 升幅较明显 稳阵点 OK? 等等东西 升多少 你会看到 反映出什么呢? 这些概念化的反映 自己要留意一下 行不行? 我们有时做完 打横 一定要做打直 打横 你会看到随着年份 不同的增长 打直就是个顺序排位 由以前可能是老人家最少 去到老人家 其实已经不是最少了 去到年轻最少了 是不是? 整体的排序自己留意一下 是不是? 这个最多 可能65岁 相对上是最少 是不是? 但是相反 去到后面的年份 相反 去到后面的年份 是不是? 你看到就是说 那个排序已经变化了 是不是? 佔最少要这样 是不是? 反映出老年人口增加了 人口老化了 是不是? 看到吗? 这些字眼我们一定要做个归纳 那这些才有老份 如果你直接把这些字 有什么字 变成文字的话 相对上只有2分 尽量找多些这些不同的字眼 去形容一下 不用多 因为题目是什么? 描述不是叫你解释 千万不要详细解释 浪费时间 可以吗? 2016年也有一条趋势题目 OK 那你就看到了 相对上4分 这两幅图很简单 我们两幅图都要描述 因为两幅图都是农业趋势 没有不同的东西 OK 那你就看到了 这里 这里你不可能得头尾了 为什么? 一幅图这么简单 得头尾 只有那几句 太短 好噁心 OK 你看到这里有幅度不同 应该切开一半 是不是? 落头尾真的太少了 多落转折 是不是? 单位要小心 这里并不是5公顷 5的100公顷 乘回大去 行不行? 那这里自己要小心 就是我所谓的单位 是不是? 单位和乘回出来的数 那自己要小心 行不行? 那第二个 你会看到了 这个其实有两条 已经是宽形数据 为什么? 有打环随着年份的升幅 是不是? 有打环随着年份的升幅 OK 随着年份的跌幅 是不是? 第二样东西 就是什么? 两者之间这两条bar的差距 这两条bar之间的差距 是不是很大? 会不会大了? 是啊 原来差距越来越大 看到吗? 那这里就已经有打环 打直 两条打环 接着 这里打直 一个fattern 是不是? 自己留意一下 如果那年很多人留了打直 OK 那就扣了分 那就自己留意一下 看到吗? 那你就看到了 这里都已经说明了 其后跌幅缓慢 是不是? 下评局里面的要求就是什么? 我们这里的仔细 是不是? 希望你不是只有一条头尾 这里有变化的 后期跌幅缓慢 是不是? 下评局的marking 都提了你 OK 其实我们看到这条这么简单 一定要怎么? 切开 做多一点点东西 OK? 行不行? 后面的图 自己理解吧 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原来下评局要求我们那年 就是下评局开会才知道 OK? 如果你没有说到公不应求的话 就会扣一分 OK? 所以那年很多人被扣了 就是一个很概念化的反应 自己留意一下 OK? 我们来看看这些 sample OK? 你可以看到了 间地面积下降 我觉得OK的 还OK的 不错的 OK? 大家要留意了 这里的幅度是欠的 OK? 欠幅度的 即是大幅下降 这里是没有了 自己留意一下 行不行? 这里你会看到了 继续下降 有投尾数据 接着有计算 下降了65% 是不是? 非常好 反应出 OK? 这个更加好 这里自己留意一下 行不行? 这里你会看到了 它有分两折 没错 它有分两折 为什么? 前面较明显 其后跌幅收窄 是不是? 齐了考评的要求 行不行? 第二段你会看到了 TS 供应下跌 愈来愈不足的趋势 清楚的 接着也有计算 也有反应 反应出什么什么 是不是? 有齐所有的 接着另一条 是吧 反应出什么什么 有计算 行不行? 最后有个 最后一个情况 就是有个终极反应 供求的问题 是不是? 需求供应 不足问题 越来越严重 即是供不应求 是不是? 不用扣分 满分 OK? 这是什么呢? 第二 面积下降 减少趋势 很明显 欠幅度 OK? 接着落数据 落完数据之后 它明显是想说 第二段是慢一点 是不是? 即是 头一段 较显住和着急 后一段 较慢 但是较慢这个数据 我觉得 不是很明显 你看到吗? 不是很明显 没有落清楚 BASE DATA 这里就会有所失分 这里已经扣分了 接着第二个 你要看到 这个TS OK 前者 减少 后者 上升 反比 关系 这个TS 落得非常清晰 接着落数字 我觉得都还可接受 但是最后 是不是? 它落不到工不应求 落到什么? 需求量 生产量 差距甚大 差距甚大 那代表什么呢? 工不应求 漏了 行不行? OK 这个2018年第三件事 那就留意了 看到了 框形数据 一定是不用想 打横打直 趋势 趋势一定是随年份去 自己留意 头尾年份的东西 OK? 不要漏了 因为永远你留得头那年 没有尾那年 或者分开两段 那也是会死的 OK? 记住趋势里面 一定有头尾年份 行不行? 所以你会看到趋势 一定要有头尾数据 头尾年份 OK? 这些不可以漏的 行不行? 这里去找的时候 原来是要求两个 两个要小心 想清楚 要什么 是不是? 这里整体上 整体上 你会看到 整体压力来源 头尾年份 是不是? 都是这堆东西 都是这样 这样 是不是? 都是可能有所上升 或者有所下降 自己留意一下 是不是? 这个其实是打横 然后到最后 这里是打直去比较 哪个多些 哪个少些 是不是? 第二个 第二个趋势 就是打直 第一个打横 是不是? 上升下降 第二个打直 比较这几个东西 是不是? 普遍趋势 你会看到 可能就是这两个 相对上 是选择少些 而最后 是不是? 凭背 可能是选择 是最少影响 是不是? 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中向 上面很明显 是一个横向 所以这里 就已经完成了 这条题目 基本上是很容易 自己留意一下 行不行? 看一看sample 你会看到 整体均有下跌 就是整体上 横向正在做这件事 是不是? TS完整 OK TS十分完整 行不行? 接着这里 看完之后 你会看到 非常之没问题 全部的数据都下跌了 OK 那后面多補一句 平均整体下降 多少 是不是? 那这里是做一个总体的 summary 那 勾回分 否则就好像很散 OK 平均数做得好 第二 中向 OK 就是说排位之上 是不是? 什么什么最多 什么第二多 是不是? 做得非常之好 后面 蓬佩做得最少 是不是? 那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整体上 已经看得清楚 就是说 这个是中向 上高是横向随年份 OK 但你要留意 下跌虽然是中向 但是也都要有 头尾年份 也都要有 头尾年份 不可以miss OK 因为普遍趋势 画面普遍的趋势 趋势一定是头尾年份 自己留意 你会看到 排位 没有明显变动 非常稳定 最后一个小结 归纳 OK 这个Lv4 比较不太好 为什么呢 这里 直接下了两个例子 是不是? 时间不足 往后 这个小TS 大TS 整体是怎样 看到吗? 整体下跌 跟着一个小TS 这两个东西才会跌 是不是? 这里一下落 就下了小TS 大TS 是什么呢? 全部跌 而其中特点 两个东西 跌 一个大TS 加一个小TS OK 自己留意一下 接着这里有个轻微反应 OK 那第二个 它打算做这个 中向等等的东西 或者支援处理 这里数据不足了 数据不足了 数据不足了 喂 没有数据的成段 数据在哪里 是不是? 这里失了分 最后总结一下 记住六部曲 一定要齐 OK 那六个东西 自己留意 横向中向必然 现在要求一定高 OK 没有的话肯定求分 计算 不可以漏了 真的不可以漏了 反应怎么都要有 OK 最后一个精神漏的 不要漏的幅度 大幅啊 轻微啊 持续啊 是不是? 反幅啊 等等这些幅度 我觉得一定要漏了 没有的话肯定会有大件事 行不行? 好 今天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下次努力 拜拜